香港仔珍保海鮮房 在1971年10月30日加紧装修 準備開幕的時候 突然間發生四級大火 使這隻價值千萬的豪華海鮮房 只剩下一個空殼 大火造成34個人死亡 兩個人失蹤 火警係在當日下午3時發生 火勢賣營得很快 消防員經過3個小時才把火灸營 而這隻全球最大的海鮮房 四年之後重建完成開幕營業 1985年今天 本港新立法局大樓竭王 標誌著本港的政制發展 進入了一個新的年代 那天舉行的立法局會議 第一次有間諜選舉產生的議員出席 而新立誓的議員 也第一次可以不用用效忠英皇的誓詞 有24位議員選擇了宣誓為香港市民效力 當日立法局首席議員鄧涟宇支持的時候 用比喻說 一家人如果自相爭議就站不住 看上一家立法局議員之間的分歧 這句說話或者有重溫的價值 本港六百多個象牙業人士 在89年今天遊行請願 抗議港府執行國際貿易公約新規定 全面禁止象牙貿易 令到本港千多個象牙從業員 生活陷於困境 其中部分請願人士 並且在港督府門前 絕食24小時 抗議人不如將 當年今天港督彭定康到澳門進行 他上任後首次官式訪問 他和澳督委旗立會談一個小時後 舉行記者會 兩人都指出 港澳都面對過渡期問題 大家應該確保香港和澳門 能夠繼續發展和進步 2009年10月30日 中國海軍第四批護航編隊 啟程去海道槍決的索馬里海域 接替第三批護航編隊 威旋隻護航 第四批護航編隊 還包括有兩架艦載直升機 編隊一共有700多人 執行任務的時候難度會更大 編隊當中幾十個特戰隊員 在出發前 仔細檢查攜帶的武器 並且專心聆聽指揮講解 各種武器的操作 護航編隊是要文武兼備 在出發前 各隊員苦練外語 以便與外國海軍護訪的時候 能夠進行溝通